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我今天就会看你 了解 自己的死 我今天就会看你 好 唱着这 呢 这 这 呢? 地 呢?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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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 叶 里 嘎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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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座 日 楼 里 逆 里 已 吾! 啊! 赢 康 降 库 啊! 赤 庄 吒 赢 库 日 之 字 尼! 啊! 赢 库 草 尼! 赢 库 个 刚 啊! 赤 库 上 ! 啊! 赢 库 库 刚 啊! 赤 库 上 车 周 何? 头 上! 啊! 赤 库 乃 阿!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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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21点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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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完的衣服的话 上师融入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 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暗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暗住 首先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人生的重要性 就讲这个道理 无当再三思 灭解当相门 故因此行 不懂如虚弥 这个从字面上看来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通过以上的道理 我们应该明白 自己学佛的因缘就极为难得 所以我们应当反反复复再三再四的思维 就是观想 观想什么呢 就是经过多分类结 才能幸运获得的这种 具有十八种下满的人生 这个下满的人生 前面我们学习过一样 不管是从比喻上 数目上 本质上 非常的难得 但是我们在座的人 都已经获得了这种人生 也没有转到八无侠当中去 所以如今应该大家在内心当中 有一种欢喜心 所以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大乘佛法 获得了这样像珍宝一般的 如意宝一般的人生 那么此时此刻 应该自己全面自己 自己要求自己 一定要受持这颗极为珍贵的菩提心 或者说我们一定要行持 这种下满难得的修行之心 有两种解释方法 这种心不管是 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障碍 灾难 但都不能随着外境而改变 一定要坚持守持下去 乃至有圣之念 不能退转 这个就像是虚弥山 就像毫不动摇的虚弥山一样的 我们知道所谓的虚弥山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 这个大海的波涛也好 或者是狂风的动摇 都入入不动的 都毫无动摇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学习佛法 或者说人生的道路上 遇到了再大的痛苦 再大的魔障 或者说是一些种种的违缘 但是我们的这种 内他的这颗菩提心 永远都不能随着外境 而有示好的动摇 就是这一点 一定要有这种决心 每一个人在 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就一定要有一种 坚定不移的这种决心 这个决心有的话 也许我们这一生当中 会遇到了各种痛苦 违缘 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等等 很有可能遇到这些不顺的事情 但是你的这种誓言 是非常坚固的话 那么再大的障碍 也不会动摇你的这种发心 那么不得 说很厉害 问我刚才的心头 问题 给你打算下来 我觉得是观众的 没有想法我一直都觉得 alyss人再样做一种 不得了 这种判断的述国 那种创业的创业 是不是很感兴趣的 那么多也觉得 吗 那就很易对 但是我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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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个问题 讲不能贪执身体 贪执身体有什么用呢 就是没有用的意思 不管怎么样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上的许许多多的人 整天都是贪执自己的身体 贪执自己的身体的话 实际上不应该贪执的 为什么呢 我们如果用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你要贪执的话 你现在活着的时候也是贪执自己的身体 然后你死了以后 你也应该贪执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们下面的这几个种子当中 把身体和心以利人的手法来比喻成两种人一样来对待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对着我们的执着身体的一颗心 然后执着身体的一颗心 还有这个身体 这三种好像有时候就是以进行对话的方式来进行教训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有些人贪执身体 那贪执身体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就是因为你在死亡的时候 实际上你再贪了也是没有用的 平时我们人与人之间 稍微身体碰了一点的话 那你为什么碰着我 你为什么 你不应该这样的 你要给我愿一点 我这个身体是不能随随便便给别人碰的 就特别地骄傲 执着 在那个时候不要说是稍微给你碰一下 整个把身体的内脏也好 外面的肉 包括皮肤全部都吃完了 最后到了一块骨架的时候 有天长是把铁锤拿来 在石头上砸碎所有的这些身下的骨架 之后把骨髓以下的一类所有的东西全部一下子就没有了 过了几分钟以后 所谓的人已经变成这样了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你现在人活着的时候 你如是的贪着 如是的贪着的话 那么作为你的意识 非常愚痴的你的意识 那么你人死的时候 也照样是你的身体 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对这些什么土酒啊 野鸽啊 这些应该生嫉妒心啊 生嗔恨心啊 为什么是不保护你自己的身体啊 你为什么呢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满不在乎 或者说是毫无介意的 就是一直让他们 素素遍遍地享用 这是不合理的 你为什么就像你活着的时候一样珍惜啊 为什么不珍爱他呢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尸体 有时候看到一些别人身体的结构以后 应该说从内心当中 自己会生起了 人们特别是执着 特别爱护的身体 实际上只不过这个股价而已 应该有这样的念头 如果有了这样的念头的话 那么我们对每天的贪执身体 每天都是大半知之身体的这种邪念 逐渐逐渐会断除的 如果你这个断除以后 对修法的信息自然而然会增长 由于两个人生地的实践担潜众 对我们主持人之间的 称资应 对我们主持人之间是低温的问题 是的 当然可能我们有其他的we� 我们知道我们的这种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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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对你来讲没有什么用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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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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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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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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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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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